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结果就是两个按钮 因为如果假设你需要把每天重复的事情 把它变成一段程式 然后程式转换成按钮 当按一下那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帮你重复做 我演示一下你会不会看 基本上这边有个清除 把这边清除掉 然后串接的话就把刚刚的东西又串过来 其实它这个串接基本上我并没有再重新写别的程式 其实主要是把刚刚的公式输入到这里来 然后自动帮我填满 我只是把刚刚的动作做一遍 Excel它透过聚集录制 就帮我把对应的滑鼠跟键盘那些动作 自动帮我转换成VBA的程式 OK所以你说聚集到底做什么 其实聚集它有点像 也是有自动帮你写出VBA的程式 OK那怎么写 主要是记录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在录制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滑鼠键盘的动作 要特别小心 不能做错 不能NG NG的话它执行会出错 所以有哪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最后完成就长这样 所以反正两个按钮 所以你们今天的作业这个要做 然后按一下它 就让它跑出结果 大概就两个按钮 这蛮简单的 那以后的话会越做越复杂 所以甚至之前 有一些业界的学生 他说 老师我把一整天的事情 变成两个按钮 按下去 他以前可能要做一整天的事情 全部都跑完了 他演示给我看 拍拍拍拍 做完了 我说你剩下要干嘛 他就装忙就好了 OK 他说装忙 OK 他终于懂什么叫装忙 原来他在就装忙 我想那你干嘛装忙 因为我做完了 当然我不能让老板知道就做完了 OK 不然的话老板又会叫我做更多事情 OK 那我说 那你再做更多事 也对了 我没什么意见 但另外有些人会很认真 所以他有得到更好的 就是有一些老板还蛮好 有些外商公司 他是按你的专业能力给薪水 所以之前还有个学员跟我讲说 老师你知道吗 我薪水涨double double 好恐怖 是以前你薪水太低吗 还是说 怎么会double这么高 反正说因为他会的东西 对他们老板来说 他一个人能力可以抵很多人的工作内容 工作的分量 他老板觉得对你 群你一个可以一个抵五个 那划算我给你两个人薪水 那我还赚三个 而且公司本身的竞争力也提高了 那何乐而不为 公司很重要的是竞争力 如果竞争力不够的话 你请站住你没用 OK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步 请各位一定要先把一个叫开发人员的 这个 这打开来 那你们预测以上应该是没有 那没有你怎么产生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预测 开发人员是躲起来的 那躲在哪里 在 上面有个小小的箭头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有个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就躲在这里 你把它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箭头 这好像一个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 在拣选制定功能区 再把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 它这个页面就出现了 不过我的同学说 老师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开 因为它开发人员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开发人员 可是听说 下一代的版本 可能我们现在是2019 可能下一代2021的版本 可能就直接打开了 为什么直接打 因为它发现 大部分人 开启Excel的第一件事 就直接开开发 直接开发 帮你开就好了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开 主要原因是 以前工作内容不需要会写程式 但是现在需要写程式的比例越高了 而且不可能回头了 会写程式的人 其实不可能说 哦 我在用涂花瓶钢 没这个原因 你用摄影手机用习惯 叫你用智障手机 我看你会冤枉 而且有些人出了没带手机 一定会非常不习惯的吧 OK 一样的道理 只会越用越多 不会越少 只会越通常 OK 好 按确定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的话 我们需要把刚刚的动作 利用录制句集 把它录下来 OK 怎么录 这边刚会讲 录制有点像那个 你在拍体 录影一样 也就是你那个动作 不能NG NG就重来了 因为呢 你只要按录制句集 它会记录你所有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并且帮你把那个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变成程式 所以如果你做错NG就要重来了 其实可以重录 可以盖过去 就跟你录影一样 录完录错了怎么办 没关系删掉重来 是OK的 只是说理论上最好是不要NG的 如果不要NG的话 那我们需要做彩排 怎么彩排 我会讲 待会这两个按钮 基本上就是三个动作 我示范给各位看 串接 一游标放在一四储存格 所以点它一下 这个动作一定要点 二的话游标放在上面打勾 三 右下角放点快点两下 好 有没有 一 二 打勾 三 快点两下 好 这样子的话 你等一下把这三个动作录下来 就OK了 好 那第二个是清除 那清除是怎么做 其实也是这样 一 游标放在一四 二呢 把这个底下的范围选取 那选取以前你们可能用滑鼠选 不过我不建议用滑鼠选 滑鼠选第一个会很容易选过头 第二的话呢 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选之后就固定了 也就这个范围 以后如果你资料增加或减少的话 没办法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方法 就是游标先发一字 然后让它自动追踪 选取到底下 不过这个可能要记一下快速键 很重要的可能叫 Ctrl Shift 按住之后 当然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好 那这个快速键 主要就是说 当我们把范围选取到 这一栏的最下方 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资料增加或减少 它都会自动追踪 OK 那好 也就不会像刚刚那个滑鼠 一直选取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 一游要放在一四 跟那个刚刚一样 二 Ctrl Shift向下 三 按抵立成 好 OK 好 那我们彩排过 不过按Ctrl Shift恢复一下 因为我如果 如果看见 这个公式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你要重打 那太浪费时间了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彩排过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实际上 来演练给各位看 不过我先把这个按钮拿掉了 我把它先恢复成 跟各位一样 那个程式放哪里 就Vidobank 这边的程式 其实录下来就模组了 就把这个模组拿掉 移除 Vidobank 这是完全没有的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Zid游标先不要放一四 不然你这样点它没办法录 一定要放在一四以外的除神格 好 接下来就要开始了 彩排开始录制 录制的话呢 就录制讯息按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要串接 就给一个名称叫做串接 好 那接下来名称给了之后 接下来按确定就开始录制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做多余的动作 否则就NG NG就重来了 所以按确定 好 接下来 一游标放一四 好 它就帮我写一行成效 Range一四点十类次 其实这样你们大家看程式 应该就会看到一行 二的话游标放上面打勾 好 它就让我输入公式 三空点快速点两下 好 这样OK了 好 这样个动作了 做完之后 不要再做了 请你按下上方 有入字就停止 所以一样的位置按下停止录制 好 第一个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 录清除 清除它一样 录制去 然后输入清除 不过如果你刚刚 假如动作多或少 你觉得不OK 没有你重来把它盖过去 它可以重新再录制 好 按确定 一游标放一四 二 二 Ctrl Shift 向下 三 按Delete 好 OK 做完了 按停止录制 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还蛮容易的 不要多做 也不要少做 再来的话 我怎么知道成功与否 很简单 请你找到聚集 前方 你们录制的左边 有一个很大的按钮 显示聚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两个 那就是两个 按怎么执行 很简单 就没有执行 我要执行 按些执行 按下它 各位能够发现 刚刚的这个公式 就被我又重新再执行一遍 那清楚怎么清楚 聚集里面不是有清楚 按执行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一执行 发现 没错 跟我这个结果一模一样 表示OK 你是做对了 但是如果你错了 发现奇怪 老师怎么乱跑 你重来就好了 NG重来就OK 因为其实录制区 前方是NG的 表示你多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从来 直接盖过去就可以了 可是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样很不方便 每次要从这边点 那这有时候 不太合乎使用习惯 甚至有时候 我在这边 我要再点这边 然后还要这边 好像太多动作了 那可不可以 把这个串接 直接跟清除 就变成两个按钮 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按钮的主要目的 就是让你方便 OK 那怎么方便 其实还蛮容易的 如果说你假设要插入 那个按钮的话 只要找到开发人员的下方 左边一点点 有插入 你会发现 左上角这边有个叫按钮 我记得 它好像有两个按钮 它请各位找 左边这个 开发人员插入 按钮 这个 这个按钮按下去 就有点像小画家的矩形 你就像右下角拖拉 变成一个矩形 然后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要执行哪一支锯齐 那你就跟它讲 我按下去要变串接 我对这个 按下它 按住不要放往左下 往右下拖拉 上开 它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锯齐按下去 要执行哪一个动作 哪一个锯齐 你帮我执行串接 那顺便呢 我习惯把串接两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 按确定之后你就知道 因为它的名称叫按钮3 可是我不要按钮3 我要叫什么 我要叫串接 好 那你就把油不要放上去 Delete掉 把它改成串接 这样就OK了 那还有清楚 那清楚怎么做 一样插入按钮 有没有 然后再拖拉 清楚 然后把清楚两个字复制一下 按确定 先选清楚 然后复制名称 并且把清楚两个字 接到那个按钮底 这个位置 这样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你只要把你的油不要移开 你就可以按它了 按看看好了 看这 有啦 清楚 看天 清楚 这样OK 如果你假设你这两个按下去 它可以跑出你要的结果 那恭喜你 你已经做出第一个聚集了 OK 至少你会 你又更上一层的 至少函数会 你也会录制聚集 对 那表示你会Excel 应该没问题 就不会有人否定你了 不然的话 问题是什么 有录制聚集吗 不会 没录过 会不会函数 不太熟 那你会 你说你会Excel 这其实说真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可以在一起 因为事先看 刚刚的那个三个动作 记得 一游标放一四 上面打勾 点两下 可以试试看 总共都三个动作 做完之后 再做出按钮 OK